第十三次的官主民族運動會 要在明年三月基班 今天基班這個選佈記者會 這會都有十七項運動 包括九項傳統文化運動 讓這個運動成為文化團成的重要味道 來自台灣國地 請到無所謂的官主民 參觀完港主選佈兩年一次的官主民族運動會 純粹後一百天 這會是第十三次 由台北市主辦 除了十六做法定官主民族衣冠 也特別用主要分布在台北的 吉特克蘭族記者表記 官主民運動會 除了一般的運動衣冠 還有團統文化的運動比賽 譬如打落 射字 九大射丁丁 今年新前加國人洗腳球 更準比賽 那這兩個項目都是團體的項目 我們希望在競賽過程裡面還是能夠強調我們的友誼跟團結 然後大家一起 然後來讓我們的原住民文化被看見 也能夠透過這個舞台大家來競技 然後來享受運動的快樂 運動會中筆樹 又找德陸的續歌手錄金 製續主題曲 又找一些關主民運動選手做會拍MV 並將這個運動會讓關主民選手一個發揮的舞台 2020年我們東京奧運 我們原民選手 他的奪牌率是百分之十六 但是我們原民的人口數在全國佔有百分之二點四五 在風情標時 關主民選手的比賽更更堅定好看 邀請大家明明 三個月 十四到十七 做會到台北七七七關主民運動完 記者臨書 夏桂林 台北部都